云20是我国研究制造的新一代大型军用运输机 它能做到其他飞机做不到的事 速度够快能如闪电般抵达任务区 动作够敏捷能安全地脱离险境 还有个大度量配备了先进设备和尖端科技 先进的性能让它躋身全球十大运力最强运输机之列 美国C17从方案确定到首飞用时14年 俄罗斯的伊尔76用时11年 而中国的大型运输机实现了五年首飞八年交付 在当时国内技术基础薄弱配套体系不健全 大型复杂工程管理经验不足的情况下 这看似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当玩命也玩不成任务的时候 只有创新 针对如何缓解工作量大 人员不足的矛盾 总设计师唐长孔提出了新的创意 那就是由过去的三维设计 二维制造 全面升级为数字化 一体化设计制造 这在国内并没有先例 数字化设计的内涵 它实际上是涵盖了设计工艺到生产制造 全流程的基于全三维的这种研制技术 大家共同在同一个数字样机 同一套设计基准下 进行快速的设计快速的协调 实际上是设计效率率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再一个就是由于我们关联设计技术 通过全技的骨架模型和接口 把大家的这种设计已经连成一张网了 你一旦上游发生更改 我下游这个更改传递是非常便捷和快速的 据我们单运形化最后统计 我们这个设计整个对设计效率缩短 设计周期40% 在制造过程中见不到一张传统的纸质图纸 这在国际上也并不多见 在国内更是首次 生产制造环节全部也是我们三维的工艺 三维的零件制造和三维的装配 到这个型号 我们输控机家零件的输控机家零件已经到了90%了 达到90%了 这实际上是对制造的精度提升还是非常大的 除了设计手段的创新 飞机本身的技术跨越也有着更高的门槛 一架飞机想要飞起来 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机翼 它是决定飞机性能的重要部件 大型运输机为了能够有大的起飞重量 往往需要长长的大大的机翼 U20的设计也不例外 今天我近距离的看到了U20的机翼 我觉得它和其他机型的机翼相比有所不同 在我看来它更像是老鹰的翅膀 显得那么有力量 想问问行宇 为什么U20的设计是这个样子的呢 从何周知啊 飞机的异形有很多种 然后咱们搭运飞机呢 是采用了一种特殊的异形 这种异形叫超临界机翼 什么是超临界机翼啊 从它的结构特点来说呢 首先看 它的上一面呢比较平坦 它的下一面呢有反凹 后缘呢 它本身这个弯曲的这个曲率比较大 但是呢它又比较薄 这种超临界机翼的这种结构特点 它有两个好处 一呢 它是能够最大的提升 整个飞机的飞行速度 第二个呢 它本身对于飞机来说 它本身的结构的重量更轻 飞机的重量轻了 它的载重量就更大了 这种这种异形呢 特别适合于咱们运输机 我们看超临界机翼和非超临界机翼的不同 超临界机翼有两个典型的特点 一个是上表面比较平 另一个就是一端后缘更弯 当飞机达到一定速度时 机翼上表面的局部流速可达到音速 这时的飞行马赫数成为临界马赫数 飞行速度再增加 上表面的会出现激波 并随着速度的增加 激波强度增大 形成一堵空气墙 激波发展到一定成果时 达到抖震边界 飞机会产生抖动 影响飞行安全 超临界机翼一行的前缘 顿缘 气流绕流时速度增加较少 平坦的上表面又使得局部流速变化不大 这样可以推迟临界马赫数 或者可以超过临界马赫数较多 而激波阻力增加不多 进而提高飞机巡航飞行速度